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极客鞋谈 不要跑得慢 偶尔跑跑快 最近快双11了 不知道大家钱包有没有准备好 考虑到我们之前一直在做一些比较贵的鞋子 然后我在想有没有一些便宜的鞋子 有能跑步 有能走路 这样比较划算的鞋子 所以我在看了一些市场反馈和自己的体验之后 给大家带来四双鞋子的 不能说是推荐吧 只是说如果你刚好感兴趣 然后你也可以看一下我对于这些鞋子的评价 你在理性的独立的思考要不要入手 第一双是来自于361度的赤焰3 它吸引我的点最主要的就是 它是一款便宜的国产的支撑系跑鞋 如果说有朋友问我他想买一双支撑的 我现在可能会推坦途 或者说亚瑟士的GT2000的系列或者GT1000 我以前给朋友推过GT1000 然后他们穿了都感觉还可以 那么首先它的鞋面是一些比较厚实的填充 整体是甲卡的网布 特别是在鞋舌和后跟的部分有比较厚实的填充 那这样的设置我觉得更加适合现在秋天 比方像冬天的天气 日常通勤或者说是走走路也可以穿 那整体的中底方面没有板材 所以有一定的灵活度 上层用的是超厘阶发泡 好像是脂肪毒的TPU 下层用的这种硬度很高的EVA的材料 并且因为是一双支撑系 所以它内侧下面这个比较硬质的EVA 是比外侧的高度来的更高的 鞋垫的话没有特别的上凡 但它鞋垫应该是为了和中底的感觉相契合 就是不让你踩进去一脚就很硬 把消费者劝退掉 用了这个Autholite的鞋垫 但是它拿掉鞋垫之后 在内侧也还是有一定的凸起的 所以我们穿进去第一脚 就会感觉到很明显的足弓支撑的乘托感 但是这种乘托感不像有些鞋子 它可能做一个乘托 只是让你第一脚有乘托 它因为有双密度的设置 在你跑的时间久了之后 上层即使会有一点点的衰减 因为它比较薄 下层EVA它长距离的耐久度还是不错的 所以整体的支撑还是有保证的 外底可能是为了考虑重量 它在前掌的内侧和后跟的外侧 放了一点点橡胶 其他都是没有的 就是用它的EVA做抓地的实际效果 也还不错 这样下来它整体的重量 我选的是41码 大概在270克以内 260到270之间 大概撑了一下 我觉得这双鞋的整个鞋楦都还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可能不太适合超级大款脚 或者说偏宽一点的人去穿 其他的正常脚型都可以 我第一次穿它的时候 我拿回家 然后我发现它有一点鞋头的滚动 你看这个滚动可以让我跑得更舒服一点 但它两只脚的滚动居然是不一样的 就是有一只脚是前后的 有一只我前掌点一下 它左右晃 这我受不了 然后后来穿了一阵子后发现 它这个是有改善的 因为它没有板材 然后它又是像整体大部分的都是EVA 所以穿了一阵子 跑了一阵子之后 它就可以变得稍微好一点 两只鞋子的滚动 相对来说都偏的正常了一点 这个点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补充一个点 就是它长得很像Hoka 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 特别这个纯黑的配色 我们同事都看了一眼 就吼里吼气的 就明显味太冲了 第二双鞋是来自于耐克的 Rival Fly Rival Fly三代 没想到吧 还有耐克的鞋子 先别急着骂 先看这个鞋头 它鞋头真的是 可以说是今天所有鞋子里面 包括跟它对比 它的鞋头也是 我可以说是一流的 因为它在大脚趾的位置 基本跟足弓是持平的 你可以切一条线下来 是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存在 它也没有什么超连接 它也没有什么板材 没有任何的东西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种鞋子 因为我觉得一双鞋子 你要穿起来舒服 虽然大家都在强调 什么叫舒服 超连接是舒服 软弹是舒服 轻快是舒服 对吧 但我觉得一双鞋子的鞋面 配合它的鞋楦 舒服了才是真的舒服 然后它有内靴 它有内靴之后呢 一来是可以保证它鞋面的耐久 因为有两层嘛 然后二来就是穿进去以后 一脚就特别的舒服 除非我在穿傲创的时候 傲创因为是纯宽嘛 自由度活动度会好一点 在其他的场景下 我都会选择它去 甚至去走路 我平常是不太穿跑步鞋走路的 然后我穿它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好舒服 就是那种很奇怪的感觉 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 鞋楦是适合瘦脚和正常脚去使用的 然后就是它这个鞋带 也就是这种独立式双开门的鞋带孔 一拉就拉紧了 跟之前的索康尼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拉紧调节的非常方便 然后整个鞋垫是这种 好像有一点点像奥特莱特的鞋垫 我没怎么关注过 然后是带一点点缓冲的 其实中底的配置 我觉得大家都不用细关注了 前掌有一块小的气垫 然后后面整体都是EVA 前后落差是8毫米 但是这个8毫米的好处在于 它因为是传统的材料 所以在你穿的时间久了之后 它这个后掌会有一定的压缩形变 然后会变衰减 这样的话你穿起来 其实体感就是没有8毫米那种 站的很高的感觉上面 其实是比较低的 可能是4到6的一个感觉 包括我第一脚登上去的时候 我会觉得它很贴地 那个落差的感觉就会被大大的削弱掉 其次就是它的外底 它外底的话 有点像我之前看的一个鞋 Vaporfly 3 好像也是这种 我称之为偏基里竖条状的 只是它的尺会更多 然后它的厚度也会相对来说 变得更厚一点点 所以中央鞋子的定位 我觉得会更适合短距离的田径训练 我跟我一个练田径的400米的学弟 可以交流了一下 我说这双鞋很好穿 你可以试一下 然后它400米大概能跑到49秒的成绩 就非常非常快 像他们这样练的话 更多其实是在靠自己的脚 因为比赛的时候都是穿钉鞋的 所以他们去穿这种鞋子 我觉得只要耐用度够 然后炫合适就非常的完美 而且我本人也是很喜欢这种偏薄底一点 然后让我觉得很自在 很自如的鞋 它的价格也很美丽 只要400块钱左右 如果双十一大家凑一凑单 可能可以压得更低 三开头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最后两位选手我把它们放在一起讲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偏同类型的鞋子 如果说刚才的Rival Fly是旧时代的产物 那这俩就是新时代的兄弟了 这鞋底的颜色都一模一样 整个配色感觉都一模一样 好吧 第一双是来自于361度的标速CQT 然后还有一双是来自于BMI的狩猎2.0 这双可能稍微新一点 这两双鞋子的入选理由 也同样是偏薄底一点点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有点穿艳了 所有俗称的顶级竞速T0级别T1级别 所以在日常训练当中 我觉得一双偏轻质 偏轻量化 然后带一点点弹性的鞋子 也是不错的选择 然后这两双鞋子的鞋面都是编织的 就是它会更细密一点 它会更粗一点 它有点像现在类脚中的编织 然后都是这种很多网眼的开孔 超连接发泡 加上中毒的矿脊片 我还特意感受了一下 就是我一只脚穿它 一只脚穿它 然后跑了一点点 我觉得它们最大的差别 其实就是中底了 因为鞋面的舒适度 其实差的没有特别多 中底方面 这双鞋子厚度会更高一点 特别集中在前掌 前掌的感觉会让你觉得更整一点 以及整双鞋子 在跑动的过程当中的这种流畅的感觉 其实狩猎会更好 这双鞋子就其实很像老的Adios 我有一双老的Adios 4代 然后这双鞋子真的很有那种 老Adios的回味 虽然是现在都用超连接在做中底了 但是它确实会有一些灵活感 或者说是你在后跟往前掌跑的时候 就那种感觉是真的是很贴近的 然后我说一下这两双鞋子的中底的特点的差别 我觉得它会更厚实 更整一点 然后它会更轻快 更灵活一点 其实在于鞋子刚性的这个点上面 它因为前掌 其实体感就能踩出来 是比较厚的 然后整个后跟又比它更宽一点 所以这双鞋子整体的刚性的提供 其实是来自于它中底 这个泡棉 然后大家也知道 现在的超连接的材料 会比传统EVA的刚性会更强 然后这个鞋子就是靠材料做的 因为它的板材也比较少 然后像它 相对来说板材延伸的更多 中底的厚度会更少一点 所以它其实轻快的之举 它的刚性其实是 由于它中底的这个抗流片带来的 它覆盖的面积更大 然后它们都会有一个问题 它们出厂时候的鞋带孔 都是从外往里穿的 因为确实是很影响穿着体验的 特别像这种一节一节的 一棱一棱的鞋带 我第一次穿我就觉得 它包裹好差 就非常差 我拉都拉不紧 然后我把所有的鞋 都从你往外穿之后 它的调节就会变得特别的顺滑 它们两个的外底的差别 不算特别大 甘地基本上都还行 它在 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去拍它的时候 好像湿地是有点滑的 大部分的路都是滑的 只有一个地砖的路和一些比较糙的水泥路 它是能抓得住的 它如果说不出意外的话 就光看也 不出意外的话 可能要出意外 雨天如果别的朋友穿过了 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 发一下你的想法好吧 它大概是雨天怎么样的表现 然后如果我后面穿了 也会在评论区给大家说一下 它的雨天的防滑怎么样 这就是今天所有的四双鞋子了 如果你要我选出一个最佳 并不是我重央媚外 大家确实是有做的好的地方 它的楦头确实是做的最好的 就是真是最舒服的一个地方 然后有的人也会觉得它不好看 当然审美这个东西应而易了 我反正是会更喜欢穿 至少是鞋楦 鞋头鞋面包裹更舒服的 好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先这样 我们后面还会有关于一些跑步的服装 一些别的装备的一些分享 也请大家敬请期待 拜拜